阿维塔11上市了 34.99万到40.99万元 有人说不就是一台Made in长安的纯电SUV 凭什么卖我30大几万 宝马IX3 Model Y 要性能有性能 要品牌有品牌 朋友们先别急 你得搞清楚阿维塔11卖的是什么 纯电动车满大街都是的年代 谁会留意马路上多出的那几台宝马特斯拉的新车呢 但阿维塔11这台车 刚好是这个价位稀缺的 而且是独一无二的 不服是吧 凭着这几个点 就能说明阿维塔11为啥敢卖这个价 第一个你看一下它的宽高比 现在SUV都长那个样 大家都看腻了 偏偏阿维塔就跟你玩一些不一样的 看看车子的宽高比1.23 这是什么概念 宝马X4 奥迪Q8都是1.18 福特EVO朝1点 1.2 宽高比越大说明车子越低% 说明在阿维塔11面前 在座的交跑SUV都是X级 不服来战 能拿出30大几万买阿维塔11的人 家里肯定就不止那台车了 你这边吐槽它尾箱不实用 空间不大啥的 人家还真的未必会care 但阿维塔11开出去那种回头绿 别说宝马了 连特斯拉未来都未必能给到你 第二点 寒华量 搭载了华为自动驾驶系统 智能座舱 三电系统以后 几乎S变成了几乎S 嗨版 价格也贵了13万 是华为这个logo值钱吗 不对 是华为的技术值这个价 现在华为都精致下场造车了 含华量直接都给你拉满 首先 阿维塔11前后都是拽问三合一的油能扁线电机 前感应异部195千瓦 后泳池同步230千瓦 注意了 估计是综合考虑到续航跟电号的原因 这个数据其实挺保守的 同样的电机放在几乎S嗨版上面 能给你拉到前面221千瓦 后面252千瓦 侧面也说明了华为拽问电机的潜力 如果后期OTA升级允许的话 说不定阿维塔11的百公里加速还能更快一些 这里再补充一点 以后泳池同步电机为例 华为能做到3000瓦每公斤的功率密度 比Model 3 Performance的后电机还要高 我们再看自动驾驶 3颗激光雷达 6颗毫米波雷达 12颗超中波雷达 13颗摄像头 MCD810计算平台带来的400TOPS算力 这个就是华为目前最强的硬件配置了 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 为啥几乎S嗨版上面的激光雷达 挡的就是跟阿维塔11不一样呢? 据我了解 前者的激光雷达大概率来自速成俱创的M1 而阿维塔11才是真正的 华为自研等效96线微转进方案的激光雷达 所以含号量孰高孰低 懂得都懂 第三点 电池 目前国内最好的电池供应霜就两家 比亚迪 灵德时代 也就是说用灵德时代电池的纯电动车 我猜每个20台起码也有十几台对吧 那所以都是灵德时代供货 阿维塔11的电池跟别家电动车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里面区别可大 封装 结构强度 能量密度 化学材料 持续充放电能力 都不一样 阿维塔11上面这块电池 116度版本的能量密度是190Wh每千克 听着好像不太高 如果是NCM811的正极材料 这个没什么好吹的 但你得知道这块电池是NCM523 也就是说 灵孤猛的配比是5-2-3 在飞高灵正极的前提下 灵德时代通过应用了CTP2.0的技术 让这个NCM525的三运力 实现如此高的能量密度 这个就是技术含量 更别说阿维塔11还能做到240千瓦的快充 灵王最好的东西 还是率先用在了这个阿维塔11上面 所以今天我就不跟你去说什么22寸冷骨 无边光车门 NAPA真皮座椅 车机屏幕这些配置了 其实配置嘛 每个厂张都能给你堆上去 无外乎就是成本的问题 但你想想 你买一台电动车的初衷 只是冲着配置而来吗 那大可不必啊 你肯定就是为了它的三电 智能驾驶智能座舱去买单的 阿维塔11 它就是有最优秀的软硬件 最强的三电 三十大几万 我觉得真的不算贵 如果这台车放在国外卖 我觉得三十几万 你肯定买不到 二十大吉他会 电动车 大吉他 一诺 二十大吉他 二十大吉他